你拍那个鸡鲤贼好看 哦哦哦哦 哦哦哦 哈喽 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过片 我是陈儿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台机器 其实和乐高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联系 只是因为很多人讲 在把玩这台机器的时候 有一种玩乐高的感觉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角 就是这台 Mamiya 645 Super 说起Mamiya 645系统 我们就不得不从645系统的 第一部产品说起 M645生产于1975年至1987年 快门速度8秒至1% 是电子控制的胶平面不连快门 有这反光板余生多重曝光灯功能 1976年呢 Mamiya推出了Mamiya 645 1000s 让之前的645 它的最高快门提高到了1,000分之一秒 增加了自拍和景深预知功能 1979年的时候 Mamiya还推出了M645J 是M645的简化版本 那么至此呢 这几部Mamiya 645都算作第一代产品 M645 Super诞生于1985年 和一代看上去更加复古的造型不同 外观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该机呢采用了更为现代的塑料外壳加金属压筑工艺 那么这一代机器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增加了可更换的后背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可以更换后背进行胶片的转换 而它的设计语言呢 也变成了这种方方愣愣的这种感觉 1993年 Mamiya推出了M645 Pro 造型呢变得更加圆润 1997年呢 推出了Mamiya 645 Pro TL 增加了TTL闪光功能 2000年呢 Mamiya推出了645E 一台不能更换后背和取景器的简化版645 Pro 对了 1999年的时候呢 Mamiya还推出了可以自动对焦的Mamiya 645 AF 若干年后 更是和菲斯合作推出了可以使用数码后背的AFD 这其中呢信号众多 我们今天就暂且不多做讨论了 而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Mamiya 645 Super 就属于Mamiya 645产品线的第二代产品 这是一台有趣的机器 硬朗的线条充满现代感的结构 也和后期的645 Pro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它的配件呢十分的丰富 所以在把玩的时候有种平乐高的感觉 当然了我并没有这个腰屏取景器 其实那个腰屏取景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的配件 那就可以让它像哈苏那样去使用 但是呢大部分的情况下很多人购买这台机器的时候 其实都是看好了它的这个测光顶 因为它的测光顶功能确实是十分的丰富 测光顶上的这两个圆盘 左侧呢圆盘上有着这么几个档位 第一个呢是AV 我们都熟知的AV AV呢是这个Aputure Priority 就是光圈优先的意思 那么在这上面呢 它其实就是一种矩阵测光的意思 那么我们先跳过中间的那一档 看剩下的那一档写了个SP SP的话就是Sport Meter 就是点测光的意思 那中间那一档呢 Auto A2S 那其实就是介于这两档之间 它会根据现场的环境 自动给你调节 是矩阵测光呢 还是点测光 那么在右侧呢 相信大家都能看得懂 那就是曝光补偿的意思 那么这趋劲器啊 它的后侧也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 就是当你在进行长曝光的时候 你可以把趋劲器的后窗给关闭掉 那当你想激活这个测光功能的时候 只需要把机器的这个波轮调到圆形 或者是方形 这两个小的图标就可以了 那么它俩有什么区别呢 当我调到圆形的时候 当我手办快门激活测光的时候 即使我这个时候移动我的相机 测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而我打到这个方形图标的时候 当我办案快门的时候 此时的曝光竖直就已经锁定了 不管我怎么去移动 只要我处在一个办案的状态 它的测光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 那么其他档位的话 当我们波动的时候 在我的AE测光顶里面 就会看到我此时所选择的这个快门速度 但是同样它会有另外一个数值在闪烁 这个是机器根据现场环境 它会给你的一个建议的速度 当我们握持这个机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快门 快门的旋钮同样也带有一个档位 旋转到红点的方向 这就是关闭 中间就是拍摄档位 当转到纯右边的时候 是当这台机器没有电的时候 这个就作为一个机械档位 可以提供一个六十分之一秒的机械快门速度 那么右侧有一个BC 就是Battery Check 这有一个红点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在告诉你此时的电量如何 那么电池就是在机身的后盖下面 这个是拆镜头时所需要的小的卡榫 那么这个就是反光板余生 那机身聊完了 我们就聊最重要 这台机器上最出名的就是这支镜头了 就是这支801.9的大光圈镜头 号称是645系统上最大光圈的一支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镜组直径 其实是蛮大的 那么这支镜头有两个版本 我的这个是Mamiya Cycle C 还有一个是N N是后期信号 改变了一些镀膜 以及光圈环的一些材质 它会发生一些变化 那么这支镜头确实可以在中华服上 给你提供一个比较大的通光量 在夜晚拍摄的时候相对来说 去景气会稍微明亮那么一点点 而且有人也做过一个计算 也就是说1比1.9 它的景深的感觉 也就相当于是50毫米的1.2 当然我也看过一个图片 是有人做了一个对比的一个评测 是这支镜头和尼康的一支51.2 放到一起 然后看它这个脚外到底是什么样子 确实是比较相像 但是可能这支镜头 甚至说它会比1.2 就是虚化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一点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台机器拼起来 然后出去拍点东西 看看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事情 我们就把这台机器拼起来 好 这冰 是不是啊 你看到一个超好看的 你看看那个鸡的贼好看 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 我这么惨了 我跟你说 不对劲吧 不对劲 哦哦哦 是水 泥巴 OKOK 在湖边玩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刚刚呢 我是这个意外 这个土研一下扎在雪里了 然后呢 看了那个地方 有个冰的那个基底 确实很好看 所以我决定还是回去 把它拍下来 让大家看一下 害得我 这个 一脚扎雪点的东西 到底是哪 然后呢 我们用的这个胶卷呢 就是最近这个 非常火爆的这个理财产品 就是这个 富士的这个 Pro 400H 最近它好像 因为停产 所以涨价涨非常的疯 我刚才看两个老哥 从这湖直接穿过来 所以我们也挑战一下 我们试着他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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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上岸 好 我们现在是在阿岗坤国家公园 然后呢 今天本来是要看这个星星 然后带了一台胶片机 准备说 用这个麻米亚645拍一点星空 但是我感觉好像我现在这个卷不太合适 是一个160度的这个灯光片 但是灯光片的这个色温又特别的好 所以我就决定说要尝试一下 先这把这机器拿出来 咱给它上到架子上去 你万一要吊进去怎么办 不要模仿 吊进去的话 吊进去的话那该怎么办 你就速冻了呗 我有个提 吊进去的话你这些设备就是 抽签发给粉丝吧 设备的归属问题 哈哈哈 哈哈哈 抽了吧 哈哈哈 你现在一定想让我赶紧掉 哈哈哈 赞我钱这要掉下了我跟你说 不能赞我钱了 那我 在这 对 哦这个光好棒啊 这能看着我吗 能 就是有点活化的 这是鬼的那是鬼光 那这就是这机器 我的背后呢 我其实什么都看不到 哈哈哈 所以我就打算调到个无穷远 然后 曝光个 五分钟 看能拍成什么样的 这是个灯光片 然后 反转片的话 具体这道一律怎么算的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就蒙一个吧 哎 水平是啥我都活得很漂亮 我现在就准备曝光了 先把这豆腐刀拔了它 好处呢 是这东西的豆腐刀可以插在这后面 特别方便 豆腐刀就不会丢失 然后我现在就按下快门 但是我在按的时候 我们就要关灯了 来 来 我们熄灯 你可以听个声声音应该是 3 2 1 好 然后五分钟 啊 废了一张 哇 哈哈哈 你干啥了你 手松了 哈哈哈 我怎么 哎呀我 这时候是不是要起那个 嗶 你们的阿福主啊 好像是手有点问题 有点残废我感觉 什么毛病 这是又拍了吗 哦我可能刚才那个 刚才不行 还坏了灯光又开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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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不良也不知道是怎样的 我许这卷就废片会特别多吧 就浪费了一好卷 谢谢 不是很爽 那个五分钟吗 五分钟 大家休息一下 休闲娱乐一下 我是看的跟鬼似的 你啊 哎呀就是那样吧 怎么样啊 特别像背影 哈哈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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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背影就是这样 然后 哈哈哈哈 阿福主疯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快点儿子 行了 那就到这儿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红灯区 哈哈哈哈 那个今天呢 就是不是带这个 麻米亚645 想出来拍点照片吗 结果这东西就一直给我出问题 就这个机身和后背 它的连接现在有点毛病 它有时候不联动 就是我在过片的时候呢 它后面这个轮它也没有再转 我就可以疯狂的过片 但是它这个后面的数字移动不动 所以就导致刚才尝试了一下 应该是我在过片的同时 就是我要手动的去拧这个轮 这样的话可能它才会有一个 比较正常的一个操作 才能正常的过片 之前你们也看到了 对吧 就拍星空的时候 那个快门线还让我给弄断了 最后 哈哈 我们现在呢 开头看 对 刚刚过去的呢 其实是一列地铁 地铁在我们的头上 我们在这个桥下拍一点照片 想尝试一下 所以现在我准备换一卷 黑白的角 然后我再拍几张 我就有点麻烦 可能我拍的时候 可能要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 让它能正常的过片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机器到底还行不行 哈哈 这光好红呀 把这个齿铁放口袋里 不要乱丢 看了吗 我有时候转的时候它在转 有时候它又没在转 我 什么毛病 所以 可能这是那个齿铁出的 所以就是 两边要联动 哎我服了 那么今天呢 是我 卡尔还有Alex 我们三个人呢 就在这个桥下 想找找点儿 拍点东西 结果呢就发现这个机器 是真的有点 有点肺卷啊 就是 我感觉已经浪费了两卷了 在这上面 我估计洗出来之后 设法都不会特别好 但是今天呢就发现这个 太酷了 就特别的赛博朋克这个 然后今天就发现 手机拍照反而是特别强 我之前用的是华为P10 然后现在换了华为 当然充画费嘛 送了个华为P30 然后就 拍了张照片就发现 哇 这手持五秒的夜景模式 好像是有点强呀 然后呢 当时给卡尔拍的时候 回来来了一列火车 手持五秒 然后就 这还贼锐 你看呢 就 是吧 然后你就说 还拍啥呀 还拍啥呀 你说手机拍不得了吗 天天的 这就是Alex 跟大家打个招呼 拍一张小路牌 拍一张路牌 拍一张路牌 现在 看一下 看我摄影老法师标准的蹲马步 年轻的老法师必须绘得几样功夫 马步 然后这个焦点我都合不上 这镜头是贼男合胶 好拍一张 两秒 2秒 4 差不多吧 OK 你带的是哪一块相机 路来2.8F 本来是想要拍大话服的 这个是来来当背机的 但发现现在这个来来当主机用了 这就是双反的尴尬 当你把架子支高的时候 你看不到你的取景器了 因为你的腰平取景器已经高于你的头顶了 我对个脚 我对个脚 我这个机器是真的能对脚的 别动啊 我4秒钟的曝光 大概 我上面来车了 好别动啊 3 2 3 3 4 4 4 别动啊 这过篇 我的妈呀 再来一张 1 2 3 4 还是刚才那张比较好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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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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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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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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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5 5 6 5 5 5 6 小姐姐都去哪了 所以如果有多伦多漂亮的小姐姐当你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 其实当年买这台机器的时候很大程度就是被它的颜值所吸 而且当时我是幻想着说U45系统应该是更小巧方便了一套系统 又可以获得一个优于这个U35画幅的一个画质 所以说就入手了这样的一台机器 但是刚拿到这台机器的时候对于我一个习惯了6x6系统的一个人来说的话 我总是会觉得很别扭 因为我拿这个机器的时候我也不能腰平曲紧对吧 然后我习惯于这么去握持的话我就会这个样子来对焦 而且这手这么拿着也不太舒服 后来我就看说明书发现说明书是这只手是好像是放在这儿的 让这只手扶着这个机器 它是这样来操作的 那么我对焦的话我说就得这么对了 所以我建议最好还是买个手柄 这样你就舒服多了 你这么拿着它帅是挺帅 但是它的重量可一点都不轻 那么既然聊到这重量 我也很好奇到底这机器和其他机器比较的话 它到底有多重 于是我就买了这么一个秤 咱们就称一下到底这645Super有多重 那么现在这台机器是1654克 那么我想很多小伙伴都对哈苏非常的有兴趣 于是我就准备了这么一台哈苏 哈苏是标准形态 通常情况下大家在购买哈苏的时候 都是一个80的定焦镜头 然后机身A12后背加这个腰屏取景器 那么它的重量是在1463克 当然了你们可能会觉得说 它是眼屏取景器 那么它是腰屏 这个东西要轻得多 所以为了公屏器件 我就放上一个PME51的侧光顶 现在不就公屏了吗 然后我把它放到上面 那么这台机器现在是1766克 所以一个645系统 还真是保持了马米亚的优良传统 还有一个东西我特别想吐槽 就是快门的手感 不论是机身上的快门 还是手柄上的快门 你在按的时候 总是感觉它就是松松垮垮的 没有一个特别良好的反馈 就是一个塑料片一样 也可能是因为年代太久了 所以到我摁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手感非常的 当然了视频中也提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 但可能只是个例 因为可能是我的后背确实是有故障的 所以我就只能手动去播片了 就操作的时候反而是给我增加了很多这种无形的麻烦 因为胶件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贵了 那么当你拍摄的时候 你肯定不希望你的底片是这样子的 是吧 都是空的 当你得到一张这样底片的时候 就很赛博朋克 当然了吐槽归吐槽 那么645作为最小的中华服系统 我觉得它在人像拍摄 婚礼等这些领域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市场的 因为它拍摄效率高 而且可以获得一个相对不错的画质 肯定是要远远高于135了 但是如果作为普通的玩家 如果你只是偶尔拍摄胶片的话 并且想体验一下 大一点画幅所带来的这种画质的提升 那么我建议你直接上八城市 一步到位不啰嗦 没有开玩笑 那么我还是建议在中华服上 你可以选择6×6×7或者6×9这样的机器 因为它的那种画质的提升是可能会更大一点 你想想6×9已经是645的两倍了 当然你拍摄的张数也会直线减少 那么这台机器是可以拍摄15张 那么6×6是12张 6×7是10张 6×8是9张 6×9是8张 那么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可能哪一个画幅才是你们可能更加心仪的一个画幅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更加推荐的645系统 可以给我留言或者弹幕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